越来越靠近悉尼了 然后现在是应该在这个Central Coast的一个West Life Westfield 然后买到了中层 然后这个一个是甜椒鱼 这是一直我最喜爱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呢 当时没查 它这个东西叫 当时我不知道叫什么意思 不知道什么意思 它写的是Chicken Omelette 这个后来查了才知道 就是那个欧姆蛋的意思 那它为什么要放一个Chicken在上面呢 我以为跟Chicken有关的 当然我也很喜欢吃煎蛋 对吧 我也很喜欢吃鸡蛋 所以我们试一下这个 一个是5块3 它五厚特价 一个是5块3 不过这个就没选过 试一下这个欧姆蛋 我这真的是很好奇 这个欧姆蛋是什么感觉 那么首先试一下它这个饭 它这个饭还是炒饭类的 它还花花绿绿的 有颜色 先试一下饭 饭有一点点油啊 饭有一点油 不过味道也不错 再试试这边的蛋 这个蛋里边还有菜 里边还有芹菜 到底是什么 蛮奇怪的这个东西 我们试一下它这个蛋怎么样 我知道了 它这个蛋呢 是那种非常湿润的蛋 就是明显是油没少放 至于它用的是豆油 还是用的这个黄油啊 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是个非常湿润的蛋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东西 里面还有豆角 好像还有吃的苦瓜了 感觉 果然有苦瓜的味道 还有侧老牙的味道 真是蛮神奇的一个东西 味道不错 我们试试这个甜椒鱼啊 为什么买了两个 因为这种东西错过了 就不容易碰到嘛 我今天从早上 早上吃了两面包之外 到现在一直什么东西 滴水未进 所以滴米未进 所以说 就是基本上这一顿饭 就把早中晚啊 三餐都解决了 我们试一下这个甜椒鱼 卖相上是不是那么好了 先试一下 先试一下 都应该先试饭啊 是不是一样的饭呢 我猜是一样 一样的 饭是一样的 然后试一下鱼里这个豆 这个豆跟想象中不是一回事 这个豆啊 竟然是酸豆角 难道这个老板是广西人吗 这个豆是腌过的 酸豆角的味道 我靠这个太神奇了 第一次在二十度吃到这个酸豆角 试一下这个鱼 如果 如果是 说这是鱼啊 这绝对是我读书的时候 没见过 这明明就是鸡 这不是鸡 这明明就是那个 咕嚕肉 这是猪肉 可能它放错了 这个是鱼 这个才是鱼 这个鱼 它选的不是那种枝叶 非常 它可能鱼选的是对的 但是它这个做法呀 锅粉可能裹的不够厚 鱼炸的稍稍有点干了 所以不是 不是特别的美味啊 我们再 再试 再拿一块鱼 应该用的都是血鱼 但是稍稍有点干了 比起悉尼那家 我们常吃的 还不是特别的满意 不过里边这个酸豆角 确实非常神奇 第一次在澳洲吃了 那么就是这个 Westfield的中餐 那么欢迎关注 微博搜索 微致小白 与我互动 拜拜 你们是不是觉得声音好一点了 因为我一直不知道 iPhone 就一直没注意啊 iPhone背面贴了个膜 会挡住原厂那个膜 会挡住麦克收音孔 我刚刚把那个膜折了一下 让它不挡住收音孔了 也许这个声音会好一些 这个没用过iPhone了 很白痴的问题 我很白痴 这不是这个腿 更加精的 嗯 开转身 我们可以转身